您就留著吧 管家 我說扔就立馬扔出去 罷了 你要是敢去撿 你就不是我兒子 媽 丟人現眼的東西 也不准敬我們高家 媽 丟下是我妻子 這也是他的家呀 丟下 你告訴我媽媽 對不起 是我思慮不忠 我不應該 買了便宜車讓我老公丟了臉 但是我在買輛豪車 送給我老公就是了 哈哈哈丁妹你好大的口氣啊 估計你現在身上 連100塊錢都拿不出來吧 還買豪車 真是個笑死個人 哈哈 老郎 你看看你娶得好媳婦 成天的說大話說謊話 成天的說大話說謊話 哪像我們家小雨這麼習慣 不是說不說大話了嗎 老公 對不起 林小姐 林小姐 不好意思 你今天來買車 我們軍豪車豪送您的會員卡 忘拿了 哎呀謝謝經理 還得麻煩你過來跑一趟 沒事 這都是我分內該做的 那沒什麼事我就先走了 經理我送你 真不舒服 電動車 我比這什麼豪車都多了 可惜了 等等 這車是誰買的高少爺啊 有管他 小寶寧員買的 一會讓收破了把他收走就可以了 什麼 沒人要 這可是千輩大師最新定製的 什麼千輩大師啊 什麼千輩大師啊 經理 你是喜歡這輛車嗎 你要是喜歡的話 就送你好了 林書夏 你不會 不捨得吧 這是我送給我老公的 你問我老公吧 問什麼問 高朗 你要是不捨得的話 那我就包一萬個的紅包 就當我買下了吧 經理 你可以帶走了 什麼 送我 我可不敢要 經理你沒事吧 這就是個電瓶車而已 最貴也就一萬出頭 又不是什麼昂貴的車子 林小姐 這可不是普通的車 價值不可估量 經理 你開什麼玩笑 一輛破電動車 價值有什麼不可估量的 是啊經理 難道這電動車 還有什麼說法不成 高二少爺 我能看看車子嗎 是 這看起來也就這樣啊 這看起來也就這樣啊 老婆 這車 會有什麼問題吧 老公 你等經理看吧 反正我說了 你也不會信 錯不了 這就是千變大師 最新訂製的車 價值千萬 你買都買不到 什麼 啊 價值千萬 就這麼個破電動車 哈哈哈哈 經理啊 你這是開玩笑的吧 就這坨車 給我都不要 千變大師是車界車神 他沒五年才接受一次定製 這車 應該是他最新訂製的 太漂亮 竟然是真的啊 初夏 你從哪兒買的 少夫人 你竟然能買到這台車 又不喜歡 可否忍受歌愛 賣呢 車雖然是真的 但林初夏 只是一個小小的保健員 他哪有錢買這麼貴重的車子 他哪有錢買這麼貴重的車子 是呀 林初夏 這車 到底是你從哪兒偷來的 林初夏 你還不老實交代 初夏 你到底哪來的錢買的這個車 我的身份 不但是保密 只能騙老公 老公 我從今中過彩票 正好把錢都捅下來了 所以 才有錢給你買的這輛車 竟然邵夫人 能買到這種千金難求的定制車 那想必也是非富即貴 經理 別被他騙了 他只是個小小的保健員 交往的全都是幾層 怎麼可能會有非富即貴的朋友 林初夏 這車子 是你偷來的吧 我沒有 趕緊老實交代 這車從哪兒偷的 要是施主找上門來 我們高家怎麼交代 媽這裏面肯定有什麼誤會 陳夏你快說到底怎麼回事 哼 誤會什麼也誤會 有本事證明是自己買的呀 是啊林夏 有本事你趕緊證明呀 你趕緊證明呀 媽 是不是我要能證明自己的清白 就應該向我道歉啊 哈哈好呀 正好 君豪經理可以作證 如果你要不能給我證明的話 那你們要給我跪下來道歉 好 經理 你請看 這是我買車的數據 大家誤會少夫人了 這數據是真的 這車 確實是少夫人買的 怎麼會這樣 現在該你們道歉了吧 好 這次誤會你了 抱歉 抱歉抱歉 這樣行了吧 好了好了 不就是個誤會嗎 離出下 差不多得了 少夫人 少夫人 你們剛才說不想要這輛車了 那可否把這輛車賣給我們君豪去看 不行 這車是我送給我老公的 少夫人 只要你願意賣 我們君豪車行 願意出價兩千萬 願意出價兩千萬 簽名大師的作品 要是拍賣 起碼得上億 我要是台下 這一單就能讓我登上總經理的位置 必須拿下 並且再贈送您一輛一百萬的豪車 和八折的白金會員卡 什麼 兩千萬 再送一輛價值百萬的豪車 還有唯一可打折的卡 這麼值錢 媽媽 兩千萬 還送一百萬的豪車呢 是啊 還有以後買車八折的會員卡 這可是君豪車行唯一的打折會員卡呢 要消費上億才能拿到呢 哎呀 好好好 賣 我沒賣 不 不行 這輛車是我送給我老公的禮物 你就出代罪的價格我也不賣 況且這輛車有事無價 少夫人 我們君豪車行 願意再出價一輛一百萬的豪車 你當初買下這個車也就兩千萬 現在有兩輛豪車 這可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這可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媽 兩輛一百萬的豪車 我們白得的呀 還有那兩千萬 媽 你不是一直想開一個美容店嗎 到時候兩千萬的資金一下來 不購你開店了 到時候 奶奶就不會總說 你在家無所事事了 對對對 到時候賺了錢 想賣什麼就買什麼 你奶奶也不會多說話了 高夫人 賣嗎 賣的話我現在就轉賬給你 賣 等等 我不同意 媽 這車是我送給我老公的禮物 你價格先不說 就這車 它能防止意外 肯定不能賣 畢竟 我們高家哪有你說話的事 我賣一個東西 還不需要經得你的同意 凌晨下 高朗都還沒說話呢 你做什麼罪 更何況 高朗的東西 就是媽媽的東西 我們想怎麼處置 就怎麼處置 就是媽媽賣孩子 天經地義 天經地義 高朗 我欠錢開店 作為兒子 你是不是應該支持一下媽媽呀 丑下 咱媽需要這筆錢 要不咱賣了吧 老公 媽需要資金開店 我們給她錢就是了 但這個車絕對不能賣 丑下 你又在這說什麼大話 你不是說所有的錢都買了這個車嗎 哪還有錢給媽 我 我會想辦法的 哼 你一個保洁小妹 去哪弄那麼多錢呀 媽 你別和她廢話 你儘管賣就是了 反正咱們家這次呀 又能得到 兩輛百萬豪車 這妹妹呀 再划算也不過了 媽 想賣就賣 管他們幹啥 算了 賣吧 好吧 既然 老公你都這麼說了 算你實相 經理啊 這車啊我們賣了 你可以開走了